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變形式鋼石 Dudeo CD10 Gamer 以滴血02號的判官Sge 那他是來自於這個電玩遊戲 Wall4的Sharp-Sharp-Sharp裡面的這個登場的角色 那之前沒有出過他的玩具啦 算是一個全新的模具 編號也從頭來過了 那這邊也多了一個十字鍵的按鈕 那盒子一樣就是不衛生的樓空的設置 放到前面來看呢一樣就是判官 另外一邊也是啦 背後就是人形載具 然後15個變形步驟 裡面一樣有兩個直板 應該是給你綁住玩具用的 另外一個就是給你展示用的 那這個就是遊戲裡面的場景啦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的判官放到上面去展示 完成這個就是電玩版判官的人形狀態Sge 那看起來還是蠻帥式的 但是他腳掌在站立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保持一個往前傾的狀態 因為他的腳後跟住的太短了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保持在一個往前傾的狀態 不然他很容易往後倒 你只要把他擺正的話 他真的就是會往後倒的 我們看一下他的頭雕非常的帥 是也非常的邪惡 尤其是他的雙也就是呈現出一種流眼淚的感覺 那這邊就是黃色的塗裝了 轉到側面來看呢 就是圓滾滾的啦 很像一個李平圖的壞人 但是我覺得嘴巴如果有銀色的塗裝 應該就會更好了 頭可以往後 往前 平常你要轉頭你是很難握到這個頭啦 而且你的手會滑掉 所以就是背包打開來一點 就可以轉頭了 當然平常的話應該是可以不用那麼做啦 只是在正頭上面就是很難去轉這個東西 鬆口就是這個樣子非常的帥氣 那中間有一個狂派的標誌 那旁邊兩個就是有紫色的排式口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邊做透明的 你這應該就會更好看 跨下就是呈現一個倒三角形的造型啦 也是比較鬆橫一點 那腰部也是可以旋轉的 有的是裡面它大腿旁邊的確有這個輪胎 但是就沒有這個車殼啦 所以這個大腿看起來就會比較臭腫一點 腿部側台大約45度 然後你也可以水平的旋轉 就會看到小腿內色就是很嚴重的偷膠的部位了 大腿前台呢幅度還不錯非常的高 屍蓋網絮就是當軸光脂了 80度左右 膠掌可以往前凹這個是變形的需要 膠底板就是有一些內凹的地方了 然後它沒有做出這個接地關節啦 就有點可惜了 那我們看到跨部的後面啊 跟小腿的後面都是有透膠的部位了 所以這一隻算是透膠的蠻大的 背後的背包的殼是稍微有一點大啦 但是裡面就是有一些帥式的這個噴飾口的折垢 看起來是還蠻帥的 很有閃電霹靂車的那種感覺 手臂側台大約45度 它是球型的關節 然後這邊還有個關節可以往下往上 這個是變形的需要 手臂360度旋轉 你就是稍微繞開來一點 然後二頭之旋轉 手肘彎曲 大約80度左右 這隻電玩板的判官呢 它就是一個標準的門板手的 而且它是長到可以接到拳頭 然後它又是一個L型的直構 所以就做得很糟糕 它應該要坐在外側才對 然後它內側這個板子就是會打到這個大拇指啦 真的是玩的時候呢會覺得有點卡 非常的卡 然後它的拳頭做成這種開展手的目的 應該是在模仿遊戲裡的這個動作吧 它的577把槍造型是還蠻帥的 比較方正的直構啦 背後有一個孔洞 就是等一下直到手上用的 平常不用的話 你也可以插到背後這個洞 做一個收納的位置啦 看起來是還不錯 要使用的話 就是把這個手腕的部分呢 直接拔掉 這可以把箱錄到這個拳頭裡面 就變成了洛克人 我覺得這隻判官擺死動作都有點卡卡的 主要就是因為腳部沒有接力關節啦 然後寬關節又只能凹45度 右手的箱子直接插到手臂上 我看了一下遊戲的截圖 的確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地方玩具就是很難還餘啦 所以它只能做成這種插拔的變形 但是我還算是可以接受啦 反正它原始的設定就是這個樣子 那多的這個手臂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錄到後面這個洞裡面 雖然說明書是沒有說啦 但是我們就可以發揮我們過人的智力呢 就可以知道它是插到背後這個地方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隻的判官的身高尺寸 還是蠻大隻的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進行電網版判官的變形過程 那它的變形過程算是蠻簡單的 但是也非常的有趣 首先我們可以先把這個手掌把它轉到外側來 再把這個蓋板打開來就可以把手掌 折到裡面去再把蓋板蓋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把這個手掌轉到外側 然後這邊的蓋板打開來 再把手掌呢折到裡面去 然後蓋板再蓋起來 然後兩隻手就先打開來一點 然後就可以折疊一下腳掌扣到上面這個凹洞裡面 那旁邊的輪胎呢鬆開一下卡扣把它旋轉到下面去 車殼就可以把它旋轉到後面 然後跟這個卡扣做一個結合 另外一邊也是腳掌折到上面去 旁邊輪胎的卡扣鬆開來 旋轉到下面的位置 車殼再把它旋轉過來 然後就是跟後面的這個卡扣做一個結合 然後你就可以把腰把它旋轉過來 後面這個小腿的蓋板把它往上抽 往上抽 就可以把這些卡扣做一個左右的結合 那小腿的卡扣也把它結合 二頭肌旋轉把它旋轉過來 應用雙重關節把它折到下面去 然後對應裡面這個凹洞 那這邊扣的時候就是比較直覺一點 然後就是稍微閃過一下別的卡扣 另外一隻手也是一樣旋轉過來 然後就應用雙重關節折到底下去 然後就是卡扣的位置就把它對應起來 背包後面的卡扣就把它鬆開來 那裡面還有一段把它扣緊 接下來它就是扣到旁邊這兩個凹洞裡 那你就可以一口式的把它塞進去 那這個判官的車輛型態呢 大致上就完成了 完成這個就是電王版判官的車輛型態 造型是蠻帥的 就是有一股邪惡的感覺 黑色跟灰色還有紫色的配色 但是我覺得這些紫色的顏色 如果鑄成透明連結 應該就會更有殼質感更漂亮一點 車頭就是有六個爬子啦 看起來就是比較有鬆惡的感覺 那這個隱形蓋的部分就是有狂派的標誌 那側燈就是紫色的塗裝 沒有透明的零件 側面來看也是蠻帥實的 然後它的輪胎比較可實 它是做成卡扣的 所以滾動性就沒有很好 背後就是相當的帥實 一些噴射口的刻畫 感覺就可以跑很快 底盤我是覺得收納的還不錯啦 感覺蠻扎實的 從上方的視角來看也是蠻帥實的 因為這個駕駛槍的地方也是跟真實的車子不太一樣 就是有一些線條的點綴 我們是可以把槍睹到這個方形的位置上面 那看起來呢 反而是蠻適合的 因為看起來就是比較兇惡的感覺啦 這台判官的車輛型 它是真的很大台 很優位 DELAX CLASS那種尺寸的大小 就跟這個SS100號的大黃蜂比較一下 你就會看到這種大小的差別 那今天這個變形金剛 那STUDIO CITES電王版02號的判官呢 我是覺得玩死的還好啦 甚至還覺得有點小雷 那雷的地方呢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關節可動度有點卡卡的 而且它又是門綁手 就會擋到這個手掌的轉動 就會玩起來非常的痛苦 再加上它的偷膠的部位也是非常的明顯 就是整個有點擺爛的感覺啦 那它的優點呢 我是覺得變形過程還算是蠻好玩的 那人死的比例也還蠻大隻的 但是電王版的判官算是第一次出玩具啦 所以各位想要湊角色的話還是只能買了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然後